我们公司第一次给我这个剧本说 这个剧本不错你看看 可是当我看了那个简介的时候 我发现那几个关键词 都是我不想再触及的 近几年孙丽皆喜可说是少而今 宁愿坚持演绎让自己动心的角色 所以初看到那年花开月正元的剧情梗概时 拒绝再重复演出的孙丽并不感冒 幸好导演丁黑再次邀约 然后说我有个剧本你看看 我说这个剧本我说我收到过 我还没看 他说你看看吧 然后我觉得我是有点不太好意思拒绝他 对 然后我就看了 但是一看我真的就非常非常喜欢 从一开始的不想演 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拾 那年花开月正元的剧本 孙丽一连看了两三遍 恨不得第二天就去剧组报道 他也没有刻意地去渲染他的悲 他的喜 一切好像都是很水到渠成的 对 而且很难得的是 现在IP盛行的年代 就是会有一个原创剧本 有人能够沉下心来去做个原创剧本 也是这个剧组很打动我的一个原因 只要你在我身边 永远都是那天晚上的月 孙丽戏前的准备向来十分充足 出演《甄嬛传》《明月传史》 她不但熟读史书 更请来复旦历史戏老时尚课 决定出演周营之后 孙丽就去陕西津阳探访过周营的故居 还根据了解到的故事 从各方面做了充足准备 比如说我在戏里 我自己给自己定做的三把茶壶 我从来不倒在杯子里喝水 我直接怼着壶喝的 能蹲绝对不做 然后还有什么 经常一些很粗鲁的动作 醒鼻涕 醒鼻涕 摸脚底 对 但一看就是 人家一看就关中女子 拿开你的爪子 服装造型方面 都是专业老师的工作 孙丽就利用现有的道具 给周营加了不少小动作 我看到有一个头饰 那个头饰很逗 前面有一个 比如说那个玛瑙的什么东西 后面插的那个毡子呀 一般就是一根针 但它是个挖耳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我能演一演戏 挖个耳朵 它个耳朵是什么的吗 它可以呀 所以这些细节后来都到 都到那个周营身上 能蹲就不坐着 对着虎口喝茶 随时瓜子咳着 这样豪迈举动 对孙丽来说都不算事 但有一点是真难倒她了 我在拍这个戏之前 我的笑是没有声音的 就我可能就是 把自己气憋得快 要倒气了 也不会笑出一点 咯咯咯那种声音 对 从来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还找了台词老师去练 我说你能告诉我 怎么我可以把声音笑出来吗 然后还问邓超 我说能告诉我 笑出声音的秘诀是什么吗 虽然做了不少准备 但直到开机的前一天 孙丽还是没法笑出声 她甚至向导演建议 请配音演员 配上这至关重要的笑声 到后来拍了第一场戏 就是我把沈欣怡的马 给抽跑了 然后哈一笑 那是我在全剧的第一笑 但笑完之后 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说原来我笑也可以有声音的 一个说话大的咧咧 笑起来颇为豪气的江湖 骑女子周莹 瞬间怨然迎评 孙丽这笑声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观众可能需要 适应一下 这个已经是我笑的 等级最低的一个 一个等级最低的一个笑声 到后来越来越放肆 直到后来导演演戏的时候 不停跟我讲 少奶奶收着点 除了自己的准备部分 孙丽也没有少花时间 和其他演员磨合 和润东已经是老搭档了 不用多说 被首席最多的男主角陈晓 就让孙丽有点犯难了 导演第一次提说陈晓 我说实话 我都不是很熟悉 然后我就看了他一些戏 戏中周莹和沈欣怡 从不打不相识 再到共同经历诸多磨难 前后起伏及其考究 演员们之间的火花碰撞 虽然陈晓是稍显 腼腆的性格 幸亏两人有共同话题 遇而惊 因为他正好12月的时候 他的太太生了孩子 对 我看他有些紧张 聊孩子是最好的切入点 对 经常聊聊小孩什么的 我看他也挺有 当爸爸的样子的 众所周知 孙丽和那年花开月正元的 导演丁黑是老相识 他的第一部戏 就是导演的玉观音 这14年里 孙丽没少拒绝导演的邀约 直到周莹的出现 在丁黑导演面前 是没有一条过的 因为对我来讲 跟他合作更像是一次考试 他如果说我演得很差 那说明完了 这14年白过了 白演了 如果他说 还有点进步还不错 那我会还会 我觉得还会蛮踏实的 我自己开玩笑 我说我就把18层的演技 都表演出来 熟悉的导演 靠谱的剧组 踏实的对手 再次挑战自己 出演励志女性的孙丽 演起来相当卖力 由于决策性格鲜明 情绪起伏幅度相当大 曾经连拍两天 痛彻心扉的哭戏后 隔天马上迎来 整整一天 眉心眉肺大笑的戏份 拍戏一向走心的孙丽 还因此一度甘气欲竭 拍戏一天 遇到十七八回大起大落 而且这是人为制造的 人为制造 那也代表是 制造出来这个情绪了 所以你的心甘脾肺 甚爱一般都会不太好 所以我说 拍完一个戏 人都会从正常变成不正常 然后你看修复正常了以后 再接一个戏 又开始不正常 就永远在一个死循环当中 明明知道痛还要去尝试 如果没有孙丽 这般的自虐精神 怎么会有如此饱满 精彩的周营呢 新闻下线 综合报道